男人深夜闯进村花家里 倒过了大半夜才发现 女人居然是村花的母亲 杨伟想着老得更败我 顺势对母亲开始告白 没想到老母亲却非常嫌弃她 家里穷还是得劳病人 这样的男人她可看不上 村花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杨伟赶紧又向她告白 没想到村花突然捂住了嘴巴 生怕被她传染了劳病 这时母亲开始大声呼救 杨伟这才落荒而逃 第二天媒婆上门说亲 说像杨伟这样不忠用的劳病人 王寡妇愿意嫁给她 已经算是她攀高知了 奶奶听完扭头抱起盐罐子 一边用盐扔她一边骂她是个毒负 杨伟听完简直气疯了 第二天就抓住媒婆家的杨 把杨奶全都资在了地上 媳妇听到杨的惨叫声后 跑出来把杨伟挖苦了一番 杨伟刚想给她点颜色乔乔 却被媒婆的儿子揍了一顿 晚上杨伟越想越睡不着 为了证明自己还是个硬汉 于是她来到了友荣家里 没想到她的丈夫居然回来了 杨伟看出了两人之间的猫腻 于是杨伟又被揍了一顿 最后还是友荣喊了奶奶 这开把打红眼的两人拉开 而无辜受伤的奶奶 也因此躺在床上一病不起 奶奶告诉她既然得了病 就好好地在家休养 总好过受别人的白眼强 杨伟答应了奶奶 可心里的火气却越烧越旺 于是她又跑去了青梅家 正好赶上青梅在里面吸倒 她想都不想吞了进去 刚想来场套圈圈比赛 一口番茄酱就喷了 她忘了如今自己是一个病人 可青梅并没有嫌弃她 咬起一条水就浇在了头上 以此证明自己真的不在乎 杨伟呆呆地看着她 下一刻她突然落荒而逃 她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女孩子 第二天她来到县城 在五金店买了把猎枪 准备报复村子里的她 随后她又把地图画了出来 牢牢记住每一户村民的位置 第二天就在杨伟一安勿祸的时候 青梅再次找到了她 随后主动卸下了酸奶盖子 杨伟听完大吃一惊 接着将子孙交给了她 感觉人生圆满的养美 再也没有了任何顾忌 于是她穿上战袍 佩戴上精心准备的装备 开启了她的猎杀时刻